向性因为环境的刺激使得植物体内 它生长数的溶度分布不均匀 造成牙或者根间的细胞两侧 生长数率就不一样 好,这个叫做向性 向性有分正向性跟负向性 好,正向性是植物体生长的反应 会趋向刺激的方向 这个叫正向性 趋向刺激 比如说经有向光性 那根有向地性 那负向性的话是植物生长反应 它背离刺激的方向 好,比如说经有负向地性 待会我们会仔细的介绍 好,我们看这个图 好,这是个牙翘 新牙的牙翘 好,这两侧这个箭头 好,代表生长树它输送的方向 来看这里哦 光从右边打进来的时候 这边照光 所以会造成背光那一侧 这里生长树的溶度比较高 右侧生长树的溶度比较少 来我们用画图表示 我们就用绿色哦 这里生长树溶度比较高 这里生长树的溶度比较少 好,生长树溶度比较高 对牙而言它生长会比较快 那右侧的话就是生长比较慢 好,因为左侧生长比右侧还要快 所以这个牙它生长的方向向右弯曲 就朝向光源的方向 这边你可以看一下哦 向光侧好,生长树含量比较少 所以生长比较慢 然后背光侧的话 生长树因为比较多 所以细胞生长就会比较快 好,像这个图一样哦 光源在左侧 所以它就往光源的方向弯曲 如果我们放了一些明亮的 hiçbir肯我放了个肯定 这个肯定的肯定是怎么维维的肯定 这就是叫做肯定的肯定 如果有肯定的肯定是安排的一样 用一小肯定的肯定 这肯定会生长的肯定 如果我们放了这个肯定的肯定 它会生长的肯定 它会生长的肯定 并且会营长了 这些肯定的时候 这肯定的肯定是蛮温度胸的肯定 yet the roots are growing down and shoots are growing up the roots and shoots must be responding to gravity but in different ways the roots are said to be positively geotropic and the shoots negatively geotropic this action produces cell growth and elongation in this area the result is a curvature which orientates the plant towards the light producing growth in the stem which orientates the plant from a horizontal position back to a vertical position 好 接下來這個圖比較難一點 這個圖是高中的 好 這是高中的 寫一下 所以你目前就有國中 你參考就好 這比較難一點 高中 好 我們看一下喔 來 這個是一個種子發芽的時候 這是又金 這是又根 好 我們把它切開 這邊是金 好 金頂 這裡是根尖 我們看一下喔 來 A 看這個圖 右根 靠近地面的部分 它會積聚生長樹 這邊生長樹比較多 生長樹濃度比較高 這裡生長樹濃度比較高 這裡比較少 好 對根而言 對根而言 生長樹如果比較多的時候 會抑制細胞的生長 抑制細胞的生長 抑制細胞的生長 而表現出 像地性 好 這是一種說法 那如果是又金的話 看這裡 又金的話 靠近地面的部分這裡 積聚生長樹 好 這邊生長樹也是比較多 這裡比較少 增長樹比較多 對金而言 它是促進細胞的生長 而表現出 好 遠離地面 叫背地性 好 這種說法 其實是舊的說法 目前已經把它改掉了 你到高中才會學 好 這是舊的說法 好 從這個實際的圖 你可以看到 這個根 向地 金 好 是背地性 好 這個內容的話 你聽一下就好 這個在國中是不會考 而且這種說法比較矛盾 真正的說法 等到你大學的時候 才會仔細的研究 在於是 可以看到 這裡 對 是 不算 損一